我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些就是Google的一些使用的 一些小技巧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你有沒有用過語音搜尋 有人有那個iOS啊iPhone的啊 他就會打開Siri 通常Google的都比較不好意思 都在四處無人的時候 我要去哪裡 因為感覺起來Google比較訊息一點 我今天就特別試一下 就從我家過來對不對 在Google地圖上 譜言國小 他就幫我打虎在這裡 其實也不錯啦 雖然沒有西哥那麼聰明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Google厲害的還是在搜尋嘛 好他厲害在搜尋 所以其實他真的可以幫我們做蠻多事情的 那你可以看到啊 你看其實包括了 其實這個這些技巧用在電腦端的可能會比較少 可是相對用在手機比較方便 請問你手機要打字方便嗎 即使有那個虛擬鍵盤有沒有投影出來 你還是覺得不方便呢 因為扣扣扣扣 總是不好嘛 即使你寫的再快 他也不見得OK齁 所以你在行動裝置上用講的比較快 那麼您進到我們這個Google流感器的時候呢 好 比如說進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 假設你想要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那個日出時間的話 你這樣一找 有沒有發現 Google現在會變得比較聰明一點點 他知道你要找日出 可是因為你已經指定了什麼 地點了嘛 他會直接告訴你今天的日出是幾點 所以如果你去阿里山 就不用再問人了嘛 哈哈哈哈 好 你就知道說今天日出是什麼時候 就很快 那麼另外呢 像在這裡 像這個啊 天氣啊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今天天氣是這樣 那你要找的話也不用 不一定要怎樣去氣象局 因為你直接找 有沒有發現直接就出來了 而且 你問他一個 他還給你很多個 有沒有 連後面幾天都知道 這樣就是就清楚很多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直接用問的 直接用問的 事實上是可以的 那你透過這樣的方式其實 就方便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像我剛剛講的路況 其實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想要到台中到彰化 他會告訴你從這邊開到那邊要多久 因為他有讀取你的地理資訊嘛 對不對 好所以 像這樣呢 他連時間是不是都 把你大概預付出來了 那你可以再連到 就是那個Google地圖 去做比較詳盡的規劃 有沒有發現他現在比較聰明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用搜尋引擎 用Google 以前最大的困擾 不是找不到資料 是他丟給你太多資料 因為好幾十頁 那你要慢慢從裡面挑 你有用的資料 是比較累一點 所以其實他現在有針對一些 比較類似所謂口語化的東西 像你也可以找那個啊 加油站啊對不對 如果你出去外面的話 你要找加油站啊 要找吃的啊 欸這個都有 他都會把Google地圖 上面就顯示出來 都會顯示出來 甚至你要換算匯率啊 還是說我們常 像我們在講幾百幾百好不好 幾頻 那他可以把你換算成平方公尺 就把它當做一個計算機也可以 所以這個你可以試看看 試看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 這個應該是從去年開始 中文版 有一個推出叫Google知識圖 知識圖 這個部分在英文的時候 其實已經推出了兩年以上 但是中文比較慢 中文比較慢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你看一般我們在找的時候 找一個關鍵字 你會像這樣 會找到很多很多資料對不對 可是 必須要你自己去過濾 看哪一個才是你要的 那一般如果我們在看所謂的 類似像百科全書 或你有去網站那裡 維基百科 那他是會針對你所要查的人事實地物 去怎樣 去做一個簡單的什麼 蓋藥整理之後 你再去看 比如說我想要找一下 好 我想要找一下天后宮 你找 左手邊有看到很多對不對 相信你有沒有注意到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堆資料就出來了 他包括地圖也先幫你找好了 行車路線 可能因為這邊還沒有 那另外他的簡介 連地址是不是都有了 如果你是找我們彰化縣政府的話 應該就更完整 你看我們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地址電話什麼都有了 評論啊 甚至其他人也找了這些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都只看到這裡就結束了 好可惜 為什麼 因為 你看喔 其實如果我在這裡再點 我們文化局啊 點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就直接跳到文化局了 好就跳到文化局了 那 其實呢 這裡其實 相對比較少一點點 如果你找的是像一些歌手 比較熱門的 你可能會找到更多 有沒有 在這裡 連他們 一些成員啊 相對的都有 連唱過的歌是不是都有了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所以其實 右手邊這個 我們稱作所謂的知識圖符 那麼你可以從這邊點一下 你會發現上面 如果照片夠多的話 他會出現這樣 因為那些跟他有關係嘛 對不對 有關係的 那比如說 蔡依林你點一下 他下面就直接變了 所以等於說 知識圖符 不只是只有 查詢你所要的那個關鍵字 他可以先利用這個方式 讓你對你所要查的人事實度 有比較多的了解 又可以延伸出去 所以這個叫知識圖符 那當然 因為他需要人工去做處理 所以可能 不見得你查的那個關鍵字 都有 但是呢 有的話 越完整的他就會像這樣子 好 直接顯示給你看 所以我們要找這樣 可能 也許你對蔡依林 不是很了解的 但是你從這邊 就連他的生日身高 是都有的 就蠻快的 所以這個我們稱作 所謂的知識圖符 那給您參考看看 記得 他下面那些相關點 超頻點 是真的可以按的 所以不要客氣 因為有些時候 你可能知道一個點 但是不知道其他點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找到更完整的資料 其實都是一樣都是什麼 關鍵字 只是你要注意一下右手邊